173公分86公斤 第一个球这边就出棒了 打到的是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 刚刚到中外野区守备的朱远勤 就升一上门把这个飞球接杀 蔡万林呢 直棒剩下初登板 面对的熟名打者 手打席 一球就解决掉了黄浩然 173公分86公斤 一位右头手 蔡万林呢 很多球迷都在期待他的亮相 打起的是郭炎文 郭炎文呢 是在五局下半的代打两处局满壘 代打建功清雷的三分打点 二雷安打 胜利打点 蔡万林呢 是算是台湾呢 比较罕见 出生于基隆的职棒球员 基隆的赌南国小跟百福国中 球数条件还不错 也能够来到145 他是国三的时候开始练头手 高中呢是练强术中学 容公轻棒的化身 不过在容公轻棒 比较没有太多出赛的机会 因为高中的时候有点受伤 大学呢念福大 不然大学 他是杨建福的表弟 杨家班的成员 在福大之后成为主力头手 因为当时福大头手群呢 比较少 他在大一呢就拿到了当年啊 2006年协会杯的 协会杯的投手奖 2007年呢还入选了荷兰港口碑的国手 2008年的时候四年前呢有到美国去参加美国职棒的测试 当时呢到144公里的最快的球速度到90米 大学毕业之后呢先待在台北县 就现在新北市的冲棒队 那被统一师队选秀给选进来的一位投手 第四轮第13顺位 这个球以北方向的弹跳球遭到了刺杀两出局 支球的速球的违禁还不错 投球也是很干脆 直接对击 这个支球 拖得很精彩 今天蔡万龄这个投手 在二军啊 十队的二军啊 开机六连胜 凭了二军的投手记录啦 就记录是去年呢 新农牛的赖红尘的 开机六连胜的记录 可见调整得不错 一军的初短板亮相 连续解决两名打者 现在面对第一棒的于德龙 于德龙在这场比赛 五局的下半 有上来带打 因为脚点抽筋的詹志瑶 当时是被三阵 变化球挥棒落空 挥棒的节奏 以为是执球 想要攻击 结果是来了一个变化球 哇 快速球外交 要的执球果然来了 挥棒稍微晚了一点 比较慢 对啊 这个猜猜看 这个节奏他猜的并不好 蔡万龄去年在施队二军 八胜三败 防御率3.36 去年投了96局 那今年在二军呢 三场先发12场后援 六胜零败 防御率2.63 孔医师对这些本土投手 真的值得不错耶 而且调整的都很好 最大坏球 然后三万满球数 这个快速球三阵掉的余德龙 蔡万龄的职棒剩下初登板 是让LAMIGO三上三下 没有得分 LAMIGO还是8比5 三分领先 LAMIGO LAMIGO